第39題 3944題組 請閱讀下列迅速後回答39到40題 新聞報導1 在桃園有意製造旅美合金外殼的工廠 因堆放在廠房裡的10公噸霉粉突然起火燃燒 火勢迅速蔓延 消防車雖然趕到卻無法用水灌救 廠方連忙運來一大卡車海鹽 配合消防車運來砂子 將海鹽和砂分別裝在小袋子裡 投入火場滅火 花了7小時才撲滅 新聞報導2 台北市一輛滿載工程廢土的砂石車 司機在運送途中發現車斗冒白煙 他趕緊停靠路邊 以乾粉滅火器撲滅無效 緊急罵案求援 當消防員前來灌救 灑水後車子卻突然爆炸 火也滅不掉 調查後才發現 原來廢土裡含有大量的鋁粉 那麼第39題是問說 鎂塊和鋁塊金屬的燃點分別是 500度C和550度C 常溫下放置並無立即的危險 但是粉狀金屬卻比 塊狀金屬更容易發生 自爆或自燃的意外 以上迅速與下列 哪一項因素有關 這裡講的是粉狀金屬跟塊狀金屬 我們講過 表面積越大 反應會越快 如何使表面積變大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磨碎磨細 所以粉狀呢 就是比塊狀的表面積更大 因此反應會更加劇烈 更加快速 所以這一題問我們說 以上迅速與下列哪一項因素有關 我們答案選的是A 表面積